2015年动保法征修之后 规定四组必须要为宠物绝育 为此台东县政府委托台湾之心爱护动物协会 巡回了八个乡镇 办理了九场次免费下乡犬猫绝育的活动 总计已经完成约900只犬猫的绝育 24号最终场次 县长姚庆林特别到场颁发了感谢状 协助提升偏乡犬猫绝育的机会和行动 民众带着家中爱猫爱犬来到建农里活动中心 登记接受犬猫绝育手术 这是由台东县政府委托台湾之心爱护动物协会 所办理的免费犬猫下乡绝育活动 比起跑一趟社医院耗时费力收费又高 下乡巡回服务大大提升了犬猫绝育率 因为我上一次我那个母猫我抓去结账 花了一千六 我现在他生了三只小猫 所以我抓来结账 今天是第九场的最后一场 我们前面结育了八百只 2015年动保法增修后 为家中猫小孩绝育 已经成为四主应尽一物 为了协助偏向地区四主 落实全猫绝育行动 台湾之心爱护动物协会 今年巡回八乡镇 办理九场次的免费服务 平均单场都完成超过百只全猫绝育 累计已达近千只 二十四号的最终场县长饶杏林特别颁撞 感谢单位的协助 张勇 做了九百只的动物 然后是九百只虽然大家可能觉得数量好像没有很多 明年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结账 他可能会制造十五两三千只甚至更多的全猫来 依据二零五年修订的动保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宠物四主应为宠物绝育 为这可依法储新台币五万以上 二十五万以下罚还 县福农业处也呼吁民众 务必配合协助执行全猫绝育工作 继续上下会台东市报道